欢迎收看6月13号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美思 宝腾昨天在吉隆坡推荐首个国产电动车品牌 一名代表推荐 2024年在国内四例超过20个电动车分行 及一具设立的充电帐时 台上晃灯片展示的大马地图 被网民发现沙拉业及沙巴的名字对调 导致沙拉业变成沙巴 而沙巴变成沙拉业 一些网民因此调侃宝腾 有必要先掌握大马的地理知识 也有东马的网民对这不该放的错误表示愤怒 认为大马成立超过60年 既然还有人搞不清楚沙拉业和沙巴的地理位置 沙拉副总理纳多阿玛沈贵贤 今早也在其脸书贴文表示 如果马来西亚的大公司仍然不知道简单的事实 那么普通的马来西亚人又是如何呢 针对在地图上把沙拉业及沙巴名字错误对调 宝腾今天发文告公开道歉 宝腾在文告中表示 对这个可能引起马来西亚人民不满情绪的错误深感遗憾 同时感谢公众的反应并承诺今后的工作中 会更加谨慎 感谢所有人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换个焦点 古近警区主任阿斯蒙助理总监今天证实 古近警方共接护五中网络媒体在网上发布 对沙总理拿多巴定义阿班佐哈利 据诽谤性文章的投报 并掩引1998年通讯局多媒体法令233条文展开调查 在此条文下被提控级罪程者将被罚款五万零级 或被监禁一年或两指监司 根据了解 有关被指破坏阿班佐哈利形象的网络文章 发布之后 警方已在本月11号接获第一宗投报 报案人认为有关文章没根据 严重质疑阿班佐哈利的领导及所取得的成就 而且有关文章除了破坏沙总理良好名声 也对社会安宁及行政带来影响 与此同时 沙总理政政秘书其中八个人 今天下午也针对此事前往沙都警局报案 根据了解 沙各地的总理政政秘书也会到各地的警察局报案 在湿屋海纯街的保元航壁画遭人破坏 保元航的直言今早7点开店 发现壁画遭人破坏 一名胡姓直言称事件相信是昨晚至今天凌晨发生 但由于该巷子没有安装壁路电视 所以没有办法知道是谁及什么时候发生 这幅画友保元航创办人丁文奇为人把卖的壁画 在2019年所划至今已有5年 胡姓透露 该壁画时常遭人破坏 包括直言开店时时常都会闻到尿味 有人在入夜时分更在该处小解 因此直言时常清洗该处 以免破坏游客的拍照打卡哑信 胡姓尽早开店时 已发现有一双鞋子遗留在店前的五角肌 他收拾后检查壁画才发现壁画被破坏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则全国新闻 通信部长法米表示 脸书母公司Meta已经同意和通讯局多媒体委员会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 在全国展开网络安全性结运动 包括对13岁以下孩童进行年龄验证 他在脸书发文说 自Meta今年4月8号在会议上所作出的承诺 相关合作还包括即将展开 却针对孩子和家庭的网络安全活动 他说这当中包括对13岁以下孩童进行年龄验证 以及不良内容的监控 例如网络读博、欺诈、假新闻以及3R课题 法米也赞赏Meta在保护网络用户所作出的努力 并希望可以继续保持相关承诺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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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